作为美国的邻居,加拿大 在国际事务中经常是跟风美国 以美国马首是瞻 听从美国的指挥 在过去靠着这种手段 加拿大可没少捞着好处 由于美国综合实力的强大 很多国家都挡向美国 这本来无可厚非 可偏偏有部分国家为了讨好美国 选择给中国添堵 这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容有的 加拿大就是为了讨好美国 才做出了对华为不利的举动 这也遭致了中方买家自发的抵制 加拿大很多商品现在都彻底失去了销路 很多农产品只能堆积在仓库 如果还找不到买家的话 那这些农产品也只有等待烂掉了 其实如果美国能填补中方买家的空缺 那加拿大的损失还不算大 可美国方面却并没有这么做 他们选择袖手旁观 让加拿大独自承担所有的损失 在中方果断撤资加拿大后 美国也没有任何表示 反而努力改善跟中国的关系 不久前中方恢复了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 这自然让特朗普欣喜若狂 可在加拿大看来 这就等于是美国抛弃了他们 讨好美国反受辱 于是加拿大也就不再客气了 以非法捕捞为由逮捕了五名美国人 美国方面怎么可能让得下这口气呢 近日 美国能源巨头公司埃克森美孚宣布 已经撤出了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项目 在丢掉了这个250亿美元的项目后 加拿大的经济必然是雪上加霜 美国方面给出的理由是加拿大现在面临财政危机 跟他们合作会有非常大的风险 其实这也只是个借口 美国在这个关键时刻撤资 完全是出于对加拿大的报复 另一方面 美国现在也是天然气出口国 加拿大无疑是他们的竞争对手 美国此举也是为了打击加拿大 其实加拿大本来完全握有一手好牌 跟中美的合作都进行得很顺利 可在他们做出对华为不利的举动后 这一切都改变了 柔恼中国不说 连美国都抛弃了他们 这让加拿大方面有苦难言 不过美国的政策在集聚电化 令人无所适从 即便是其老盟友 对美国来说还是要亲兄弟名钻账 涉及到经济利益 美国总统的算盘 那可是打得啪啦啦的响 寸步不让 毫不犹豫地对加拿大实施贸易制裁 好说白说 美国人也缓了这一进程 加拿大经济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了 但毫死不死的 这时候他又惹了不该约的主 该来的总要来 加拿大这种无理还要闹三分的尽头 给自己约来了大麻烦 其投资环境逐渐恶化 吸引外资的数量也急剧下降 国际金融机构甚至警告 未来不排除加拿大将有更多跨国经营公司 也会受到相应的冲击 有困难找政府 更何况造成这种困难的源头 还是加拿大政府呢 因此 目前加拿大国内众多企业 开始将谋头对准了特鲁多团队 指责他们不该追随美方的步伐 使本国企业遭受无望之灾 损失巨大 在内外压力之下 有迹象表示特鲁多政府方面的态度也开始出现了软化 同时加拿大不分在此次争端中受损严重的企业 为了挽回局面 主动替特鲁多团队公开赔礼道歉 俄罗斯的国际事务专家分析称 加拿大甘愿成为美国的马前卒 那么就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必须接受随之带来的后果 俄专家分析称 他们最大的错误是惹上了不该张约的对象 一脚踢到铁板上 碰上了硬查 现阶段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主动道歉 并且立即改正错误 否则加帮接下来会承受更大的损失 铁板上了个不早就能发屁 好看 已经留住了 爽不禁接下来会扣任